九点钟一直等到凌晨的一点着钟 礼拜五的凌晨一点 然后把这个货柜放到他的码头卸货 好了然后我把那个车头分开 之后呢那我要开车去他的办公室 拿那文件给他呢核实的 我的货单他才会安排人去卸货 不然的话呢他也没有人手跟我卸货 那你看那个亚马逊的货厂多大 你看他们两边的这些货柜多如牛毛 所以亚马逊在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厂 跟我们国内的淘宝呢一样那么大了 类似吧 我们中国也有亚马逊他的分支机构也在中国开了 但现在很多人喜欢去淘宝了 可能亚马逊亚马逊也挺多东西卖的 在美国他算是很牛逼的老大了 好了到了之后呢那我左脚弯了 嗯 好 那就是在旁边这个有个有个门口进去 把那文件给他在拉车 这卡车头啊然后呢找个地方睡觉了那我已经留下了电话给他 那就继续等等电话吧估计呢 没有三四个小时可能卸卸不来所以呢要凌晨三四点钟 要顺利的话三四点钟 然后我就再开车回洛杉矶了 那回洛杉矶已经是可能是中午十分了或者是十点钟了 那我又公司又安排我呢 另外又要运一些货也是要开车五六个小时到亚马逊 你看这个短图你看这个这个时间呢多长啊 你才那么五百五十五十多块钱 那你已经那你已经两天时间了啊那他每天走一趟 你说这个时间你看全部都是把那个生物钟给打乱了 嗯所以休息是真的是很很累的啊 所以有一些人想跑短度的话还真的 要考虑一下啊还是跑长途吧 长途来说呢他毕竟要是你是做solo的一个人开那开还可以说晚上睡个好觉啊 有规律点那个短途真的没规律的 他不像老外那些卡车公司他们是送一趟货短途的就休一天啊 那人的老外比较正规而且老外跑长途他是六天才跑两千麦来回就是每天五五百麦左右啊 所以老外公司比较人家是已经是2021年的10月8号礼拜五的晚上啊不是晚上啊已经是凌晨的一点十二分 那我已经把那个货柜放到那码头去然后再等待他的电话那这一等是三四个小时啊 那只能够睡觉了啊你不睡觉不行不睡觉你一会你怎么开车到洛杉矶去啊 回洛杉矶三百四十四十五麦啊英里啊那也要开六个小时那要是现在去现在开车回洛杉矶的话那要早上七点多钟啊 那要是四点钟他卸完货之后四点钟我还要加油那回到洛杉矶那已经是上午的十二点钟了 然后再休息一两个小时那你又要开卡车从公司拿货柜再运到也是短途的也是几百麦的亚马逊那里卸货那明天呢就是也是凌晨一月凌晨多啊 这样反方法复复所以你看这个眼睛你看啊就已经是觉得已经很没有神了 这人对健康真的很不利啊我都看我都看到自己很吵祟的很潮水的啊 平常人家眼睛看起来很有神的 你看现在这个眼睛 就很明显的已经严重的精神状态 什么状态都出于一种很困惑很累 又没有洗澡是吧 现在吃东西吃不下 你还是要喝喝喝喝喝喝喝一个饮料 以后就找地方直接睡觉 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你看大卡车 你从学了之后你开个卡车 你以为能挣钱 但是你付出的代价确实是比人家打工的 付出的要多几倍 也不如你现在在洛杉矶你做一个服务员 叫广东人做服务员 他们都有五千多块钱 半岛一个最低层的一个服务员 他的每天的小费有两百多块钱 一个月也差不多有六千块钱 现在我现在做这个大卡车 现在还不到一万块钱 大概八千块钱左右七块七千多 那我的比那个一般的最差等的服务员呢 只是多了两千块钱 但是我付出的劳动强度是他的好多倍 他起码他是九点钟上班 下午一点钟下班 人家生活很有规律 中午还有一顿饭吃 所以这个朋友曾经他给电话我 叫我呢就是我考了那个大卡车 有些就是有些提纲 我就给他 他看了之后 他也到处去打听 了解一下卡车的收入情况跟工作情况 最后他决定他还是不学了 他觉得这个好像他做这个酒楼的服务员呢 他的收入跟卡车司机相差 那就是那么一两千块钱 那卡车司机那个还要很危险的工作 熬夜啊怎么样 他一算 还打不如 他还是做他的服务员 而且他的同事 他们出来送外卖的 有些是优把接人的 他也能够一万多块钱一个月 现在的工资啊 在洛杉矶 在美国普遍的上涨 因为物价上涨了嘛 我今天跟一个朋友 他的老婆在仓库 以前是两千块钱一个月 那现在呢也有四千多块钱 要要加连加班的都有五千块钱一个月 就是一个女的啊 就是在仓库那里 也工作量不很大 你看 这个五千块钱 他的工资也上涨了 他加班是一个小时四十块钱 所以整体来说 每一行的工作 他都上涨了工资 涨了工资 但是而卡车 实际来说 他的上涨幅度并不大 你看现在 你要跑长途 当然你要跑很远的路程 比如你去到纽约 或者底特律那边 走五千万以上的 你才有一万多 一万亿左右 但是也是很累的了 你付出的代价比 人家什么 所以呢 人家已经总体来说呢 这个卡车的优势 并不是工资是最高的 特别现在很缺人 因为疫情期间 首先国内的一些人 来美国的他少了 因为现在国内 护照这类东西 现在都不更新了 因为疫情期间 国内也不主张你出国 所以出国人少 以前有些人出国 来到美国呢 他会留下来去干活 所以那时候人员 还是比较欢愉 他现在没有旅游啊 这些人啊 所以是不是劳动力比较缺 各行各业比较缺 所以呢 工资上涨的比较大 不要让你工资不上涨的话呢 是找不到工人的 所以呢 变成了很多行业 他的工资都高了 所以你说卡车 能挣到钱 那卡车你 因为你卡车整天在外面嘛 你没时间消费 你就能 你不就省了很多钱吗 你没有生活了嘛 是吧 你看你开车你要吃不下什么东西 那么很多卡车司机 他们开车的时候 他们很困 他们吃方便面 方便面多少钱呢 一块钱美金而已 那几天每天就吃三块钱的方便面 胃口又不行 就买那些零食啊 那些东西啊 填饱肚子 所以各个都是好像个小老头一样的 开卡车 各个都像个小老头一样的 你干嘛不 不像人一样 我来这公司的时候 我看见一些老司机看的 简直是个老头 没有人的脸 没有 没有 就那脸黑黑的 脸黑黑的 就血气不好嘛 它熬夜嘛 它的血运转不过来嘛 所以那个脸很黑的 一看 就是睡眠不足 有些人还说 我开了三年的卡车了 你开十年也没用 跟我说 是吧 所以这个身体是自己的 能不能够保护好自己 那还是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想法 所以我今天我是 我现在是 现在今天 我现在是在亚马逊 是实地的在工作 实地的把现在 这个环境 跟我所想的 所想说的 直接就说出来 这个才是真实我的想法 不然的话 我睡了一觉 我发现我不是在工作之中 我回到家里 或者我去喝茶 喝了一杯茶 在家里 可能 就在家里坐着跟大家聊天 什么什么卡车 什么什么的 那东西都不是 现实之中 我的真实的思想 因为正因为我现在是 现在这个时间是1点 1点30分 而我现在是在熬夜 所以在这种真实的场景之中 那我说的话 也就代表我现在 现在时的真实的思想 不管我说的话 是不是有没有道理 起码可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起码我现在是这个时间的真实 人是有情绪的 情绪是有波动的 有高有低 那所以现在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 我的真实感受 那就跟大家分享 也许过两天 我觉得今天我讲的话 可能是错误的 但不管怎么样 真实的分享给大家 OK 我要睡觉咯 耶 明天见